爸媽最近還要去看齊齊嗎 媽媽有 有 爸爸不太想 他不講什麼 觸景傷心 爸爸還是 怎麼講呢 他外面好像表現得堅強 可是他自己跟我講說他 就有一天坐在他房間 單獨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是不是想到二姐他還是會 眼淚會一直掉 他都偷偷掉 然後在房間我們兩個都一起吃 這樣 因為他會想到那一幕 可能他這一輩子沒有辦法忘掉 余香泉夢到了余彥琦了 和余天床邊爆哭 像被割掉一塊肉 資深藝人余天李雅萍的女兒余彥琦 今年八月時不幸哀事 讓親友悲痛萬分 余天夫婦兩人從追思會後 鮮少公開露面 目前仍在悲傷中 余香泉透露 有次和爸爸在房間聊天 兩人想起了二姐 情緒一來還一起大哭 爸爸還是 怎麼講 他外面好像表現得不堅強 可是他自己跟我講說他 就有一天坐在他房間 單獨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他是不是想到二姐他還是會 眼淚會一直掉 他都偷偷掉 然後在房間我們兩個就 怎麼講 因為他會想到那一幕 可能他這一輩子沒有辦法忘掉 因為畢竟 沒有辦法感受那個不一樣 我姐姐 跟他女兒 自己生出來 他說他的心 會一顆一塊 肉掉 你知道嗎 哪有多偷偷啊 麻麻雞 後面老婆 他的心情是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就是十好十塊這樣 所以他們兩個 其實都不太 不太好了 不太好了 就還是有調適一點 可是沒有 還是沒有到 那麼快 不可能 那麼快 我也沒有 大家都沒有 我也沒有說真的 李雅萍想到寶貝女兒 多年來飽受病痛折磨 雖然余彥琦離苦得樂 不過做父母的來說 至今人走不出 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痛 余香泉從小到大 和二姐余彥琦感情最好 她也透露 有次實在太想念她了 在KTV悲痛爆哭 有時候夜車人進一個人的時候 或者是跟 像有一次我去朋友的生日 然後再唱歌 然後我不太喝酒了 那天我就自己 一直喝夜的喝 剛好我們那一陪 我們二姐的醉飾 他們都有去 然後我就去一杯 說進喝酒 然後竟然在KTV 爆哭了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是那種 就那種炸掉的那種 對啊 因為真的 太想念她了 對啊 你應該也不太敢在爸媽面前放聲 大額讓他們擔心 對啊 在她面前我不會 對 外人面前我都 通常都不太會 所以只能在自己的好朋友的面前 才可以這麼 那個好朋友一般我也不會 可是就是因為醉了你知道 然後那些人家 他們就這都有去 你知道 那剛好就 是 情緒 就上來 控制不了 所以爸媽最近還要去看淒淒嗎 媽媽有 有 爸爸 不太敢 觸緊傷心 媽媽是自己去看 還是你載她去看 我載她去看 載她去看 那你有因為這樣子 刻意把工作排得很滿嗎 就是希望可以 慢慢慢慢轉 因為看你最近曝光量也蠻多的 有啊 反正我現在就是 就是做好自己的事 然後 照顧好爸媽 照顧好那兩個 有時間就陪那兩個小孩子 對 再來就是工作 然後有空間的時間 我們就去運動 嗯 基本上就是盡量把自己的時間都 對 塞得比較滿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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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